今年8月主技术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为3.42% 远高于一年前存款利率的1.36% 而这就表示我们的存则里的现金是越来越薄了 对冯产专家来说 目前正是处在全球通货膨胀的负利率时代 唯有投资理财让钱变大 而房地产就是有力的投资标的 甚至建议可以从商办地面来下手 最符合当前长线投资的一种趋势 2008年雷迈兄弟事件引发金融危机 那就是一个因为实负利率 使得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的时期 现在台湾也进入通膨时代 手上有点资金的民众都想赶快找个保险的投资标的 去买股票股票不是跌成这个样子 买黄金感觉上又高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这种负利率时代通膨的压力 其实他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 相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状况 但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觉得可能房地产相对 还是有保值抗通膨的一个能力 从两年前开始 台湾实质利率就已经转为负值 意思就是说 钱放在银行是越存越少 房产专家建议 有条件的投资房地产 买店面当包租工 比买住家来的保值 住宅一定会有折旧 所以我们讲说 平均住宅的折旧率是一年大概2% 店面的部分只要生意做起来 它是没有折旧率的 这个部分其实是 投资店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 买店面不一定要挤在 超高房价的成熟商圈 像是板桥福州合一住宅的店面 还有商用空间 总价能坎不高 也有现成的人潮 新兴商圈的发展更让人期待 东森新闻刘佩海年达发 新北市报道 您好 我是东森房屋经理人林建宏 行情评估最可靠 专业服务最周到 创意行销最有效 交易安全最重要 东森房屋林建宏 一通电话马上到 0933-049-018 0933-049-01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